大家好 我是事关宝物的Able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标试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节目 记住收听完之后给个like 和介绍多些朋友来看我们 今个星期我们想讲一个关于卡通动物Snoopy 和Omega Speedmaster的故事 很多朋友都知道Omega Speedmaster是第一只上到月球的碗标 为什么他又会跟Snoopy这个卡通的动物狗仔拉上关系呢 原来早在1968年的时候 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人就开始颁发一个叫做Silver Snoopy Award 给一些对于这个太空探索有贡献的个人或者是团体 表扬他们令到这个太空探索更加安全 或者是帮他们解决了一些困难 而在1969年的时候 Omega Speedmaster就跟随着 Apollo 11太阳神11号 是登陆了月球成为了第一只上到月球的碗标 在第二年1970年的4月 他们原本也是跟随Apollo 13太阳神13号 作人类的第三次登陆月球的任务 不过很可惜这个任务中途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们其中一个Oxygen Tank就发生了爆炸 令到整个船舱里面的电力都停顿了 所有那些仪器都不能正常的运作 所以当时就被逼要把这个任务取消 还有那些太空人怎样可以安全地返回地球 都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 当时他们的指挥中心Houston 就跟太空人一起想出一个比较creative的办法 他们就想利用月球表面的地心引力 把那个太空舱swing回去地球 令到他们进入轨道 不过因为太空舱的轨迹 和回到地球的轨迹 是需要计算和需要一个rocket的帮助 所以中间那个时间的拿捏非常之重要 因为当时所有的电子热气都已经不能够 功能 所以唯一太空人可以依靠的 就是他们手上的Omega Speedmaster的换标 而Speedmaster又不负所拖 在一个critical moment里面 他们非常之准确地帮助太空人 计算一个14秒的时间 令到那个rocket可以帮助太空舱 推进入到一个正确的轨道 回到地球 所以在1970年的年底的时候 太空人就为这个Omega 颁发了这个Silver Snoopy Award 为了表扬他们 帮助太空人安全地回到地球 都是完成了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任务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 在2033年 在2003年的时候 Omega就推出了一款限量的Speedmaster 叫Professional Silver Snoopy Award的限量版 当时那个量就是限量5,441只 为什么那个数字会那么特别呢 原来当时Apollo 13那个飞行的时间 是用了142个钟头 54分钟和41秒 54分钟和41秒 就组成了这个5,441只限量的数字 当时这只碗标 我们可以看到 跟这个正常的Speedmaster 是很相似的 它也是三个系列的Snoopy Speedmaster 里面 唯一一个 是钢带的碗标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标面是黑色的 特别的地方 就是9点钟位置那个秒针盘上面 那只蓝色的Snoopy 公仔 它就是穿着了太空衣 是在这个太空那里漫游 这个碗标的背后呢 同样也是有Snoopy那个蓝色的公仔 还刻着一句字叫做Eyes on the stars 就是Snoopy一个很出名的名句 这只碗标目前那个市场的价值 就已经去到 刚刚苏富比拍卖了的结果 就是$119,700港币 比起它当年售价是已经有三倍多的增值 去到2015年 太空神13号45周年 Omega Speedmaster 再推出另外一款 和Snoopy有关的限量版 这次限量更加少 1,970只 当然就是因为incident 在1970年发生 这款标整个style 以白色为主 标盘是白色 而那些时间的黑度 是用了黑色 同样 Snoopy就在9点钟的小妙盘那里 这次他就是 扒掌自己的屋顶 还有他说了一句 Value is not an option 就是说我们是不能失败的 正正是 代表了当时 Apollo 13必须要克服所有困难 返回地球 一样的意思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在那个 时标圈那里 有14格 这14格就好像是漫画的格数 也都是代表了当时 Apollo 13的14秒钟 这一款标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在那个标的背面 每一只碗标都有一个 人手雕刻的 Snoopy的公仔 因为是人手雕刻的关系 所以 每一只标都可以说是unique 这一款标 今天那个价值 都挺夸张的 因为刚刚有朋友买了 是用这个港币的 主的 他们有一个 Ceramic 的 Bassel 上面 还有这个 发落 Tachymeter 的黑道 整个碗标的标盘 是一个 convex style 拱形的 和月球的表面 有些相似 而那三个小标盘 都是蓝色 的 是3D的效果 同样Snoopy也是在9点位置的小标盘 这次他就是穿着一件白色的 太空衣 亦都是黑了有50 Anniversary 字样 这一碗标是配了蓝色的黎龙标帘 那个标的背面更加精彩 这次我们可以看到 近镜 是一个月球的表面 而且他们还是模仿真实的月球 表面的状态 另外我们看到黑白的Snoopy 坐在一个 太空船里面 而当这个 Pronometer 即是那个计时标 开始的时候 这个太空仓 就会 围绕着月球 去orbit 另外我们看到 远处就是 蓝色的地球 这个地球 就和那个小秒针 是synchronize 所以这个地球 是每一分钟 转动一次 这个碗标 它本身 就是搭载了一个 手动上链的 編号361 的基深 得到了这个瑞士联邦 继量科 研究所的 的认识 非常之准确 有50个小时的动力 储备 这个碗标本身 虽然它是 不限量 不过 因为 那个 地盘一定会很高 而且 可能 没有那么快 会生产 那么多 所以应该 非常之 学习 它的定价 就是港币 80100 介绍了三个 不同的 Snoopy Speed Master 不知道大家 最喜欢 哪一只 不过 这个肯定 就是一个 非常之 好的 一个 投资 项目 好了 这个星期的 周标市 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再见